這個金融大家剛看到微軟昨天很強 直接市值衝到三兆美元 我想微軟是這一波的 深層市人工智慧的大贏家 因為他是OpenAI背後的大金主 也就是說有他支持OpenAI大概100億美金左右 投資OpenAI100億美金左右 OpenAI才有那些資金去買這麼多的 NVIDIA的一個GPU做他的伺服器然後開發 那麼微軟的ChapGPT出來以後 微軟第一個獲益就是他的BIM BIM是他的收行引擎 那麼以收行引擎市場來看 Google幾乎是獨霸了 BIM是上微軟這麼強的公司 BIM的MarketShare是小於10%左右 那麼因為把BIM用這個OpenAI的 這個ChapGPT的大型語言模型之下 BIM之間它的 就是說它的市占力有提高 除此之外微軟把ChapGPT的這一個 融入它開發了一個叫Copiler365的這一個 等於是AI的應用 那麼這個原先只開放給企業界用 那最近都已經開放給個人 還有小公司個人都可以用 那麼微軟這一波我們曉得 原來的ChapGPT它是基本上是雲端的 你一定要透過電腦或者是手機 一定要去連到雲端 然後從它的server上面 把你所有的問題解決 那麼從今年開始呢 AI已經下放到邊緣端了 所謂的邊緣端就是使用者端 使用者端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AI的智慧型手機已經出來了 具有AI功能的筆電也出來了 這個目前在市場上都有 那微軟的一個大贏家就是 現在AI的筆電呢 它多了一個按鍵 那個按鍵叫Copiler 也就是說你如果買了一個 AI的手機都有那個Copiler鍵 你按那個Copiler鍵就可以直接去 啟動這個Copiler的這個軟體 那你就可以有它的各種功能 那當然Copiler還是要付費用 但是呢 這個智慧型 這個等於它的AI呢 是事實上很強的 它配合它的 就是說它的 它的 等於它的Office Office 365呢 中間的PowerPoint 或者是Word 以及這個Excel 直接用AI 你要運算的話 不必你自己輸入一些資料 你跟它講 它事實上 可以有這些部分來看 那另外一個 微軟市值上去主要是 ASML ASML我們知道是做這個 微影機的一個 最大的廠商 那麼它第四季的財報 非常的不錯 它的訂單呢 超乎預期非常的多 而且獲利也有一些成長 所以那ASML好呢 代表什麼 代表半導體好啊 為什麼 因為ASML的營業額主要是 它的微影機 微影機全部都賣給半導體廠 賣給半導體廠 那麼代表ASML的 對後世的這個市場看好 就是代表它還 就是說整理半導體的市場 應該是不錯 那麼這個禮拜呢 黃仁勳又活蹦亂跳了 在台北的夜市出現 第一他在現身那個臨下夜市 他也算是很親民 跟這個夜市的這個 攤商的老闆娘一起照相 他來也去吃了這個 覆頂望的豬腳 他這個到處呢 甚至呢 他也巧異 這個也不是巧異了 張忠謀董事長 不是巧異 不是巧異 我意思說就是有人去巧異 他昨天晚上跟張忠謀夫妻 還有林百里吃飯 那這個AI盛事 那黃仁勳來了四次台灣 為什麼 第一個他有一次到台大演講 那一次也是算是非常的轟動 因為他台大頒給他榮毅博士 那我覺得他那次演講 對很多年輕人有很多企劃 他就是也坦白講 NVIDIA失敗的過程 NVIDIA差一點放棄 NVIDIA他開發的這個 人工智慧用的CUDA 2006年出來以後 很多人都覺得說 你那個沒用啊 怎樣了 四五年所有連投資人 那股東啊 還有這個董事都說不行 結果他堅持下來 就是他AI的成功 就是這一個 那在這個來台北之前 他事實上很低調的 跑到中國的分公司 訪問就是到中國的 他們1月15號 1月17號 1月19號 分別到北京 上海深圳的分公司 那麼參加當地分公司的年會 就等於我們的尾牙一樣 他還很親民的跟 中國當地的員工 他們有等於有一個聯歡會嘛 在那裡跳這個 紐央歌的舞 央歌舞啦 等於他是非常親民 那他去中國的目的 就是說從 COVID-19開始以後 差不多隔四年 王恩勳都沒有到中國 那這一次去 我想有幾個意義 當然就是去 慰勞他們中國的員工 分公司的員工 第二個可能他要緩和 跟中國公司的一些關係 那當然他不能賣中國 主要是美國政策的問題 那他可能要去安撫一些客戶 所以他在北京的 那個望聯會的時候 也有邀請NVIDIA的 在中國的經銷商 客戶一起參加他們望聯會 那麼當然可能私下 也會跟黃恩勳有一些溝通 那另外一個呢 中國市場仗NVIDIA 大概是20到25%的市場 所以美國的受 美國經過美國的一個 對中國的制裁半導體的輸出 NVIDIA事實上影響很大 所以他一再的降階 從A100 H100降到A800 H800 之後再降到H20 那這個時候他有受到一些挑戰 比如說像華為的深騰920 甚至有一些 我們比較不熟悉的AI公司 他們也開出一些出來 開出一些出來 就是說AI的IC 不過效能都不是很好 那黃仁勳可能也要去故莊 那麼NVIDIA現在呢 他的GPU是 等於是有錢 錢拿在那裡排 可能要排半年一年以上 所以Meta一下花了百億美金 買了NVIDIA的 就是說跟NVIDIA訂購 但是呢也很多東西沒有馬上交 那所有的問題 都是在台積電的COAS 那COAS這個封裝的問題 就是說台積電也積極的擴充 2003年年初 他一個月可能都還不到一萬片 到2003年年底 一個月他已經可以到1.5萬片 那麼到今年年底 預計可以到3.2萬片 甚至可能更高的會到3.5萬片 那麼到2025年 可能可以擴充到4.4萬片到4.5萬片 這個部分呢 台積電可能對客戶 就是說AI裡面的他近期努力的 要能夠提供這個產能 那麼另外有一個德州儀器 它的財報不如意氣 為什麼要提出來講呢 德州儀器也算是半導體裡面的金絲雀 金絲雀就是你在煤礦場裡面 金絲雀是最早會發現就是缺氧的 所以也就是說半導體裡面的政策 像台積電是碳照燈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看的都是先進資產 那麼TI呢 它的客戶很平均 全球各大公司都有 那它主要TI主要的產品是類比IC 那類比IC用得很廣 那TI的財測不好呢 第一個它去年第四季的財測呢 是等於年減 就是說它的營收呢 比2023年的第四季呢 年減大概12.7%左右 只有40.77億美元左右 那麼以2023年整年度 它也是年減的 就是說它的年減大概12.5%左右 營收大概只有175.2億美元左右 那這個部分呢 裡面釋放了一個幾個重要的信息 第一個 TI在講 就是說工業用 因為它很多IC是給工業用途 工業用途呢 事實上以前是工業用的IC 市場很強 結果這工業用IC呢 它覺得已經年好幾季下滑 所以工業用IC到現在還疲軟 那另外一個是車用IC 車用IC呢 TI講就是說 就是說已經連續三年半都非常非常好 現在已經開始下滑 車用IC也開始下跌 那麼這個代表呢 事實上這個IC的市場 恐怕有 我覺得雖然台積電很好 AI很好 但是呢 很多比較 就是一般用途的 這個部分呢 恐怕還有一般博多 所以像台灣的旺宏的董事長吳敏球就講 今年很好嗎 可能我還不覺得 他覺得年底如果下半年如果好就已經很不錯了 就是台積電好 AI好 並不等於人人都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嘛 聯電啊 利基電啊 世界先進嘛 他有好嗎 這個就是有一個部分了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